就是不想你來台灣這幾天 你可能沒有機會看台灣的報紙 你如果有看台灣EURO買台灣的報紙 你會經常偶爾你會看到 就是那個全能神就是所謂的東方閃電 在台灣經常買全版的廣告 在接到他們的效益 所以我 因為我不是紀錄庫 不是我偶爾的反檔 但我從來沒有直接去閱讀 那我知道東方閃電在中國大陸 給那個相信教會帶來很大的困擾 然後 而且事實上 據我了解台灣的一般的教會 也覺得很困擾 那可是我們知道說 一般的宗教如果是被迫害的話 通常是它 就是興起的一個很大的幫忙 那我隨便舉個例子的話 就是張老師 比如說 如果在中國大陸被迫害 可是事實上也是讓它 是一個興起的很大的一個因素 那我也相信 那個中國家庭教會的被迫害 也是這麼強 幾乎快速增長的一個很重要的機緣 那同樣的 如果這個例子如果放到那個 全能神或者是這個東方閃電的話 你怎麼看 尤其是在台灣這樣一個處境 比如說它沒有 沒有共產黨的壓迫 它相相對得到某種程度的自由發展的可能性 那你怎麼評估這些事情 謝謝 老師 您好 那我現在是大學生 然後現在有回到我們的高中裡面 我們學校有學校團體 那在裡面當舞蹈的角色 就想問一下就是說 那在中國的現在就是 因為我就聽到一些消息 一些資訊表示說 中國雖然教會好像早上被打壓 那他們的學校團體好像其實滿興盛的 那我不知道這個消息是 可能是經過包裝過後 得到的消息還是確實如此 那在中國裡面的學校團體 是怎麼樣的行事去發展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說 那我們如果在台灣 遇到中國來的學生 那我們對信仰方面 可以看看你們就是 更進一步的交流 謝謝 那有這些關係 對對 剛才就是第一個問題 好像你提到的是關於這個 都是聖經教導的問題 第一個是聖經中是否說 上帝支持或不支持 任何國家有沒有必要存在 那要不然你如何讓一個國家 說這個教會是我的嗎 或者說這個教會要支持我之類的 所以你好歹聖經也還在那 還是說對不對 那第二個問題是有關於 在普世紀錄教會裡面 對於三智教會的認識 對他的定位 他算是三智的教 這個第一個問題 那是很深入的問題 就是說 在聖經裡面其實是 我其實是剛才葉教授 也在開始的時候 牽扯到一個你的身份認同的 Priority的問題 就是一個相互辭取的問題 在你的前書裡面特別提到了 基督徒的所謂公民身份的認同 說我們是天上的國民 是熟天的祭司 就是一個Priestly nation Holy nation 我們是一個聖經的國度 天上的國民 所以基督徒對這個國度的看法 首先是效忠的對象 應該是The Kingdom of God 既然說 Jesus Christ is the Lord 耶穌基督是你的主的話 你第一效忠的 當然是Jesus Christ and His teaching 其實從聖經的教導行中 我們最先應該效忠的 當上帝的國度 與地上任何的 不管他是多英靈的君王 也不管甚至是 基督徒做了君王 在坐在白宮 或者坐在中南海 在總統府裏面的 他們都不是我們第一效忠的對象 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講 我們是在地如在天的生活 這就是天國 我們說祷告圖導文說 願裏的國將您 願裏的主義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怎麼行呢 是你我 我們在這裏過在地如在天的生活 透過效忠我們的君王 就是耶穌基督 祂我們來實現 當然在聖經裡面 有沒有談到 就是說對地上 我們所在的公民身份 或者國度的確認呢 當然也有 包括保羅還有提到說 為了我古路之親 他的以色列民族 我情願被受咒走 他都願意 這個也有這些 這個也有這些 當然 旧約的 就是說這個 那個國度 就是 就是 更清楚 這樣 我覺得在西約裡 並不是特別的 就是說這方面 有策政 因為我覺得 西約裡邊 很清楚地過了一個 我們叫這個 Redemptive 就是在History Redemption 就是在History Redemption 你舊人的歷史 成就的時間 那時候已經分為猶太人 西里尼人 化外人 聰明人 已經打破了這個局限 所以當三次教會 作為這個 3Self 真是3Selfish 就是 之前無形當中 是把中國的基督徒和基督教 與世界普世教會想隔裂去 但用得著普世教會 來 endorse它的時候 它就開始搬出普世教協了 台灣教會都要和諧 但是呢 就是說如果台灣教會 可不可以去中國大陸辦教會呢 可不可以請這個 林良堂的牧師 跑到這個 武漢體育場辦個 特別的神學講座 或者辦個輔導會 如果有這樣的突破 我願意第一個站出來 在國際舞台上 說中國比宗教自由 確實很近 現在沒有 我知道 在格里漢 在里根總統的時候 曾經談過一次 當時中國外交部批准他 要允許格里漢 要去北京辦一次公開的普告會 後來還是被國務官封叫做封殺了 如果在了一個王里漢來怎麼辦呢 在了一個台灣的什麼牧師怎麼辦呢 難道我們都讓他們開佈導會嗎 所以他們整個集權的思維 是不容許這樣做的 第二個問題是關乎 對 對 這個世界算起嗎 我家基督教怎麼看待三字教分 簡單講他的教導 是否全世界的基督教包含基督教 也都能接受這算基督教 就關於這個三字 是不是正統性的問題 是不是最主流的基督徒 基督徒是基督徒 基督徒是基督徒 基督徒基督徒 我們在談論三字這個事情的時候 一般我們把三字教會 或者三字教堂 跟三字教堂裡邊集會的人 和自從是三字教會的 就是說這個團圖的管理組織 三字委員會 因為三字委員會是一個全國性的 然後每一個省 每一個市 每一個縣 都有三字的地方組織 他這些組織 跟他自從在他管理下的教堂 和教堂裡的人 一定要分開 因為這些組織本身 是地地道道披著羊皮特勞 就是他們這些組織裡邊 起碼是全國性的 甚至包括省一級的三字的 組織的領導人 大部分都是共產黨人 從今出現過 在文革的時候 有一個紅衛兵去抄家 抄到了一個叫李楚文的牧師家裡 結果搜出來黨政了 共產黨人中間 他後來也就承認了 其實他在長中期間 毛澤東都把他在長中期間生下的一個孩子 托付給當時是地下黨員 名義上是牧師的李楚文同志手 後來他官到了新華社香港分社的副社長 就是部級的幹部 還有一個著名的例子 就是趙福山 上回是社科院院長 後來也是被查中 他官到了 也是基督教的牧師被查中 他是國家安全部的副部長 這些人都已經不是簡單的 共產黨人都問起了 藏在教會裡的臥底的問題 而且他們是直接的迫害者 這些現在的三次教會的牧師 三次委員會的領導人 甚至都參與了 到現在啊 每個禮拜 像北京的一個 我剛才講的守望教會 一千多人的大學生為主的教會 每個禮拜都有 因為他們自己要去租地方不讓租 自己花錢已經付了款的 買的建築 買的教堂 又不讓他們不給他們要錢 那麼現在他們就是去平台上 去中班村一個平台上聚會 每個禮拜啊 至少有三十位星球被抓 每個禮拜過去兩年多 所有的教會的牧師長老 全部被軟禁在家 毫無行動自由啊 這是二十四小時啊 門口就是在樓道門口 都有二十四小時睡在那裡的便衣站崗 誰去都要得英國堂不准 那這些他們這個教會的受迫害 就跟三次的這些領袖很有關係 有一些領袖呢 我這邊也有證據 就是甚至在審判這些信徒當中 就來與三次教會的同事可以 而三次教會這個教堂底下的一些去聚會的信徒 我也相信很多是有這個樂意追求信仰 那麼也肯定是也有真誠的信徒 不過是他們是或者沒有找到這個家庭教會 或者受到限制 就是說也不願意公開自己的身份 所以呢就在這個教堂裡有一個地方 畢竟是一個唯一公開的地方去聚會而已 所以我們沒有否認在三次教堂裡有信徒 但同時呢我們要認清楚他們的這個管理者 都是披著羊皮的 這一點要清楚 謝謝 然後呢 第二個問題是東方閃電在台灣 東方閃電的一個問題 那麼我是也是翻兩個層次 我們應該對信徒的話我們翻兩個層次來看 第一個層次就是說從法律的層次 就是說 宗教信仰自由是對所有的團體 實際上這個概念良心 在自由是有關係的 就是說 法律不能夠去制約你心理的思想 你信的是再不對 我就說 我就信了把椅子 對呀 我說我叫椅子掉 對呀 只要你傳這個椅子是多麼的發生了光輝呀 或者說甚至UPS一下 說他也像台灣都出現過 就是說 跳起來了 就說 非你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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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創立 只要是你以和平的方式 去有人信 那麼 這個應該是在現在社會 政府保護的範圍 這是法律 即使對待方面也應該是保護 甚至在美國你看那個三開黨 三開黨 他們遊行的時候 也都用國家制度的警察 為他們保駕護航 這樣 第二個層面就是我們信仰層面 我覺得信仰層面 既然現在我覺得是一個多樣化的社會 並且上去創造我們不同的思想 火花 對呀 我們每個人的信仰的理解也不一樣 所以在同宗教裡面 都有這麼多千千萬萬的宗派 在不同的宗教之間 共有不同的宗教也是很正常的 多麼我想 從我作為基督徒信仰的角度來講的話 對呀 我不能夠說它是基督正統的基督徒信仰 我不會說去鼓勵我的 比如說我的教會的信徒去信徒 東方神殿 從法律的意義上來講的話 只要它是輸在 比如它在台灣 按照台灣的信仰自由的 東廣告為自己傳 它有權利東廣告 我們唯一在信仰上跟它可以辨顧的方式 就是你買更多的廣告 來宣揚 你認為是正常的 而不是去報告華英九 發現了一個邪教 拍內務部取締 甚至我發現了 我在美國的國會議員都很氣憤 談到台灣拒絕為新唐人電視 存在華社信號的問題 我覺得這個已經有一些政府來去干預的影子 東方閃電 另外我覺得至少部分東方閃電信徒 我所了解的一些各例上來講 是出現走入了極端 甚至違法、犯罪的邊緣 就是用它 Indoctrinate Violent 關鍵是Violent 就是要去洗澡 要去歸陰 用這個非常暴力的方式 包括通過綁架 甚至毒打 透過色情、引誘 這些都是Well documented 確實是大家都有各例 都不是說一個人 做出這樣的事情 我覺得這個 但是這個呢 只能是有各例 除非觸犯法律的 你應該去法律的方式來解決 不應該用國家的機器全部消滅 甚至呢 形成一個革命和政治運動的方式 全部消滅 都是邪教 全部幹掉 甚至要發功勞 各地的報索 一公罷了多少 那都願意報啊 也就變成功勞了 可能要加分了 是不是 這就是一個最可怕的事情 在一個極權期之下 對信仰自由的誤區確實 第三個問題是 有關於 會去告訴我 怎麼告訴我 哦 對 你提到的 就說對陸生過了 怎麼辦 還有中國的學校團體 哦 中國學校團體 另一個我相信是真的 對啊 剛才就是說 為什麼 在逼迫之下 反而有復興 我在北京 當時是做學生工作的 1995年 我被抓 被抓之前的一年 我們都在 在北京 舉行聯合的學生團體 租了北京體育宣傳大學的 一個大的 會議大廳 對啊 我們辦一些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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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mi 有 人 我們 出外 你們 200 到 三 � 兩 就是派人收割的问题 所以学生团契呢 那时候我听说在北京大学就有好几百个 在一个大学就有好几百个 现在我听到的就是遍地开放 他们的收藏方式 大部分都是不能够公开的 因为去年的时候 中宣部教育部 中宣部、国家教委 还有六七个部 联合下达了一个命运文件 我们通过华盛大友报 也把它公布出去了 就是特别说 防止在所谓的海外 在高校进行渗透 宗教渗透的问题 里边其中提到的处罚措施是说 如果发现在高校里信教的大学生 要劝劝他不要继续从事非法活动 如果说继续不听的 要采取开除 劝退、开除、惩罚措施 那里边就是列出了很具体的步骤 所以现在肯定是不能公开的 去说我是基督徒的团契 我所知道的 很多家庭教会的年轻人 在聚会的时候 都要求穿平底鞋 平底鞋 不要穿跑得快的 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一代 年轻的一代的教会 已经有很大的区别跟上一代 他们的区别就是说 他们已经不仅仅只是满足自我 信仰作为一个个性 个体化的、内化的信仰 希望建立他们的信仰 因此教会现在推动 从地下走上地上 要建立City on Hill 山床之城 所以要主动出击 要去做光作员 所以不能够光和颜 不能够被放在头底下 隐藏起来 所以我觉得也是其中一个要素 去语系大学 其实还是很 某种程度半公开的常语 还是很不少 就这问题 好 我们时间差不多了 那还有问题吧 没有的话 我们最后还是先 副主席把我们做几分钟的总结 好了 要呼吁大家聊到 我继续想援引马路德金 美国的黑人民权领袖 马丁路德金的一句话 当然都知道他是个牧师 他讲了一句话 他说 in the end in the end we remember not the words of our enemies but the silence of our friends 就是说 在民权运动期间 他总结了一个经验 教训他向民众提出的说 到最终 我们所 我们这些民权受害者 所记住的 不是我们仇敌的话语 而是朋友的沉默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 上帝创造我们有嘴巴 如果说我们尤其生活在台湾 这样一个自由的社会 上帝给我们一个 unique 特别的一个环境 我觉得我们无论是从肢体 圣经上说 一个肢体受苦 所有的肢体都一同受苦 我们基督徒有这个肢体的观念 是吧 都是body of Christ 是耶稣基督什么头 我们每个基督徒 都是这个肢体的一部分 若是你想到 有一位阿里武将的弟兄 在新疆的监狱里边 仅仅是因为传扬 信靠给你一个我们的主 如果你是说 你姓李 比如说那是你的弟弟的 李阿里武将 如果他在监狱里边 你想一想 他在那儿留着留下 两个儿子 两个太太 妈妈都在监狱里边 受监狼了十五年之久 你会感到 who cares 会出现这个吗 比如说很遥远 也许地理上很遥远 至少你可以在你祷告当中 纪念 如果你不能去监狱探访 你至少可以把阿里武将的故事 透过Facebook 透过Twitter 去传播 让更多的人 为他祷告 知道真相 关心他 我想这个 是我特别做的一个 其他 就是说 如果你需要了解更多 可以上 Chinaid.net 另外 Chinaid.org 我认识了 网站 Botscop.net 上面 表解这些很具体的个例 所以我们也有发这些信徒们在监狱里面 他们的家的地址 监狱的地址 如果想写信鼓励他的家人 想写信到他监狱里面 就是鼓励他 虽然有时候他收口信 但是这些御徒们会收到 他会知道 在台湾 在北美 在不同的地方 还有一个年轻人 竟然 还对他所看守的这位 基督徒的犯人 表示 有关心 一封信可能起不到大多的作用 那么十封呢? 一百封呢? 我曾经收到一个信息 就是这个姐妹亲自教我说的 她刚刚从监狱里出来 判了十五年徒刑 2002年十二分被判刑 以这个邪教罪被判刑 出来之后 她就是她分享 哭着 在电话里分享 她提到她说 她入境之后 我们发动了全世界的 给她写信的一个行动 就从我们那个 你叫PrisonerAlert.com 就是这个网站上 那么 我们看到的 我们可以观察 这样 就是在几个网站之内 就有六千方信 世界各地 发到她的这个 湖北女子牢 到网上 所以当她妈妈去探访她的时候 她就问她妈妈 她说 她说 最近 好像监狱管理人员 不断地找我谈话 其中 问了一个焦点的问题 就是说 你在海外有多少亲戚 她看起来 这时候 海外亲戚就很有效了 她在里面 就带雨越来越好 至少 就带雨越来越好 因为知道 这么多人都在关注她 所以我是鼓励大家 用很小的 就是说 像这个 台湾光青 关海 中国人权联盟 他们的Facebook 和网站 也post一些消息 可以透过去做义工 像那个 我们也准备 在未来会在这里 开一些特别的研讨会 大家可以一起 所以说 每个人进行 We make a difference 老师 鼓励大家 这样子 谢谢 谢谢你们 刚刚副部师有讲到很多话 我最喊我嘴下 就是有讲 今天博士提到 这一个 朋友和敌人 这一个关系 其实基督徒是很翻译这件事情的 耶稣到最后的时候 还是要提醒其他的人 就是要不断的进行祷告 那我只想做一个简单的结论 就是 我们今天听下来的是 中国 几乎 谈什么东西都跟政治有关 尤其宗教跟政治有那么大的关联 那我想让大家想一件事情 那他最要好的朋友 会是什么样子 啥多关系到政治 这一类的想法 他最要好的朋友就是 哪一种 我们政治归政治 宗教归宗教 都跟政治无关 那中国最喜欢这种想法 那太好了 那基本上就是开了大门 让这样的想法 也会进完 那今天 我觉得说 听下来 其实 我自己对人的感想 大概也就是这个样子 那我们可能 不管是不是 是基督徒的话 就请大家进行道道 不是基督徒的话 那也要提防 提防 提防 像你的中国艺术领域 已经敞开大门进来了 好 我们非常谢谢父母师 还有朋友提示长 谢谢 谢谢